好,同學們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目 將N1顆單一 質量是M1 方均跟速率是V1的亥 然後呢 跟N2單一分子量 單一的質量是N2 方均跟速率是V2的奶 那同志於一個 這個容器中混合 過程中散失熱量ΔH 畫起來 那後來的這個方均跟速率是U1跟U2 那波茲曼常數是Kb 下列合者敘述正確 來,混合後 如果這個 HIGH的方均跟速率是怎樣 這怎麼算 首先第一步 你要先算出混合溫度 怎麼算混合溫度 用能量手衡來算 但這個能量沒有手衡,沒關係 我們叫2分之1M1乘上V1平方 這個東西是 這個是HIGH的平均動能 你帶方均跟速率 你算出來是平均動能 乘N1叫做奶的總動能 再加 不,抱歉,HIGH的總動能 再加奶的總動能 同樣的道理 再減掉ΔH,為什麼? 因為我見ΔH 等於後來的總動能 後來總動能你帶2分之3Kt 來,注意 這個是平均動能 要乘上個數N1加N2 才是後來的總動能 OK,好 好,那再來它要算 這個方均跟速率U1 U1就會等於多少 U1就會等於3Kt'除於M1 再來呢,這個3Kt'跟這個3Kt'是一樣的 你把它帶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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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算出那個答案了 好,這答案很醜 交給你也算囉 好,這個正確 再來請按B B他說 那乃的方均跟速率呢 一樣的道理 U2就會等於根號3Kt'除於M2 一樣的道理 你把這一坨帶進來 很醜喔 交給你喔 帶進去 就可以算出U2了 這也是對的 那再來請看到這個C 如果這個V2大於V1 必定U2大於U1對不對 其實U2一定會大於U1 因為喔 這個是多少ANU 乃是10個ANU 那HIGH的話是4ANU 那你看喔 這個分母比較大 所以算出來呢 一定怎樣 一定是 你看溫度一樣 一定是上面大於下面 一定是U1大於U2 那U1大於U2 好 U1大於U2 因為這個比較小嘛 OK 這個比較大啦 所以算出來一定會比較小 所以這個是錯的 來 這個是C是錯的 你根本不用看前面的這個方均跟速率 你就可以知道 U1一定會大於U2 那再來請看 第一 這個 混合前的方均跟速率比是等於混合後的嗎 不會 混合後的會跟質量開根號成盤比 好 對不對 因為溫度一樣嘛 可是混合前的不會喔 混合前的因為溫度不知道 好 來 混合前的溫度 3KT1 除以M1 那這個是KB 波子曼常數 這也是一樣 這是根號 3KT2 再除以M2 因為溫度比不知道 所以呢 這個比例不會等於後來的方均跟速率比 好 這個錯 再請看1 V 因為他說 混合後的這個壓力是這樣的 對不對 這個怎麼算 你看喔 這個是混合後的總動能 其實混合後的總動能 也可以寫做什麼 也可以寫做2分之3PV 有沒有背過這個 2分之3PV 有沒有 那這個 就等於它嘛 對 就等於這一坨嘛 對不對 就等於前面這些 加起來齁 那你再把這個2分之3 2分之3V 除過去 就是這檔案 好 這個交給你也算喔 這個1是正確的 好 不太好算 答案很醜齁 來本理答案是A B 1正確 好 好